河晨部長 黃委員好 黃委員好 院長好 部長好 其實我今天在交通組 不是來質詢的 我是來拜託院長 還有部長 因為我充滿了無奈 我也充滿了無力 這件事情 我也不是為我自己講話 是為我選區裡面的選民講話 我想我先放一段影帶 給院長還有部長看一下 我在汐止住了大概十年左右 我在汐止生活跟工作 其實就是路小 車多 然後道路又難 塞車的狀況非常嚴重 塞車是不是 上吊班的塞車 那警察會是上班 他該怎麼塞啊 大家不知道 道路後 短道裡面 一大團就叫做康寧街 還有那個就是另外一邊 是公司公司旁邊的那個便當 一塞就很冷值得都塞在中間 沒辦法前進 那道路其實都沒辦法 所以你電工時期 有時候你要去從 內舞 東舞那邊要騎 走到細祖 有時候半個小時 你還要不要 你是擔心小朋友 騎通他車嗎 比較不安全這樣子 一想到上班時間 如果是要 必須要開車出來 就會很頭痛 只要去問所有 要開車上下班的人 應該都非常恐怖 因為那個時間是很害羞 因為那個時間是很害羞 那到底就是 你裝備的話 開車的油量就會比較少 就是因為捷運 捷運是最方便 可是之前不是有在講說有捷運嗎 為什麼他現在都沒有 他現在在騙你 那你覺得說那個捷運要改 而且捷運不開 是不是還是 在那裏南港 他的捷運其實 都是切得細緻而過的 你覺得你只跟台北一切是個 可是差異太大了 我們四年要選舉的時候 還有一個資料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捷運 就捷運 我們就說捷運 很可惜 我們要做避難的 我們只是四年過去還六四年 四年過去又四年 其實有多少個四年 我上次在交通委員會碰到賀成部長的時候 其實我有跟賀成部長初步提過這個問題 那我也請賀成部長 交通部那邊可以派個代表 來參加一個協調平台 什麼協調平台 因為我知道 任何公共政策 公共建設 民生議題的解決 我們其實不應該分中央跟地方 我們也不應該分黨派 人民的需要 應該就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一起努力來推動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在上任以後沒有多久 我分別去拜訪了 台北市柯文哲市長 新北市朱立倫市長 我也公開的在交通委員會 拜託賀成部長 我成立了一個 有關於戲子那邊交通問題解決的協調平台 那這個協調平台 我每次在開會以前 我一定收集非常多的資料 就看過去的政府做了什麼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繼續能夠做什麼事情 結果我發現的是 我們先從道路運輸來講 因為我們一般交通問題分成兩大塊 一個道路運輸 一個軌道運輸 從道路運輸那一邊 交通部之前 針對戲子那邊道路交通的問題 有進行一個委託的報告 這委託報告 從2003年到2013年做了兩本 新水市 從兩年前開始到今年一月 做了一本 結果我們花了一堆錢以後 完全無極而終 我從地方開說明會 到五月的時候 我請交通委員會到那邊 去做外面 現場到實地 到勘查 我有成立了這個跨政府 的交通改善平台 但是我為什麼說我今天不是來質詢 是來拜託兩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兩邊全部都在踢皮球 我為什麼說兩邊都在踢皮球 我們先從 有關於社後這個地方 交通問題的改善 當然我要在這邊公開的 先藉由這個機會 謝謝院長 上個禮拜下大雨的時候 您百忙當中 還到汐止那邊看 那個坍塌的平台 水土的保持 所以我知道 我也相信 您一定非常重視居民的行程 但是你到汐止去 問任何一個住在汐止的民眾 你問他說汐止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一定會跟你說 交通問題 交通問題 他們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每一個政府 都跟他們說 他們有評估 結果評估完了以後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導致現在問題 還卡在那個地方 結果社後那個地方 整個交通問題的改善 這幾年的評估報告 這幾年的評估報告 點出了一個可能解決的問題 就道路運輸的部分 就是在社後那邊 新設一個 南下的交流流道 那一天交通委員會 到汐止那邊去會看的結論 也是這個樣子 結果我在那個 跨政府的交通運輸平台的時候 我問交通部的說 你們那天 當然是前政府的次長 跟我承諾 說這個部分要積極辦理 他說這個 必須要有地方政府 來提報告出來 我一聽到說 要地方政府提報告 結果我馬上 就請教新北市的 我去找朱立倫市長 我當著他的面 當然我是私下禮貌性的去拜會他 請求幫忙協助這個問題 結果他私下跟我講的是說 沒有問題 新北市絕對 全力來配合 但是現在跟我回來了以後 跟我回來了以後 新北市他說 這個部分他沒有辦法 那請中央處理 不曉得賀城部長 如果你是住在汐止的市民 中央跟地方兩邊 互相啤酒梯來提去 中央要地方辦 地方要中央辦 我們該怎麼辦 我想謝謝委員 這件事情應該是說 需求如果是地方提出來 我們當然來按程序處理 但是如果地方上面 他們在 因為這個事情我知道 有相當的技術問題 如果地方在這個技術上面的 客服有困難的話 中央應該既然承認 需求存在 中央應該主動的來協助 所以賀城部長 你今天願意幫我這個忙 你今天願意承諾 中央出面來解決好不好 我們來出面來解決 因為我已經 很有禮貌的去拜訪 朱市長了 結果他給我的承諾 事後又打破 那我想我拜託他沒有用 那我今天只有在這邊 拜託賀城部長 幫戲子的人民 對我想 除面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好 處理事情的順序 但是不是用程序 來代替需求的分析 需求既然存在 我們就應該共同來克服 OK好 我們談完了 道路運輸了以後 那我們接下來 來談軌道運輸 我想戲子到台北市的民生戲子縣 是大家期盼非常久的 雖然在2014年的時候 曾經辦了一個動工 但是你如果去戲子 跟大家說民生戲子縣已經動工了 全部人都會笑 所以已經動工兩次了 他們如果再動工第三次 動工第四次 他也不會太驚訝 但是整件事情的規劃 你看我把這個時間軸全部做出來 從2004年開始評估 我們今年已經2016年了 那我知道目前的狀態好像是 交通部跟台北市捷運局 新北市那邊達成的共識 是要再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是嗎 第二階段是的 那部長以您的估計 民生戲子縣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真的動工啊 我不是說假的動工啊 今天政治人物為了剪彩的需要 然後去那邊辦那個假動工典禮 那個沒有辦法去欺騙人民的啦 這種事情做多了 只是被人家看破手腳而已 我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 可不可以請部長回答 所有關心這一件事情的 其實這個捷運是從台北市連到新北市這邊 所有關心這個問題的朋友 給大家一個確切的時間表 我們到底還要等多久 已經12年過去了 跟委員很坦白的報告 這個案子的在技術上跟環境上 還有民意的配合上來講 恐怕有許多地方還要克服 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跟您承諾 任何具體的開工時間 但是我所了解的台北市政府 也是希望不只是做一個階段性的開工而已 希望能夠把整條線 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 我知道之前朱立倫市長跟柯文哲市長 針對這件事情他們兩個有爭執嘛 那今年他們開了一個會 會後的結論我知道是 如果中央一次核定 然後分階段來施工 那現在就是等第二階段環評的結果 這樣好了啦 第二階段環評 部長您認為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個我的了解好像應該是由 台北市的捷運局他們把這個整體規劃提出來 那現在可能還沒有提出來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帶他們判斷 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完成這個報告 跟接下來的環評 我為什麼把這件事情都同時提出來講 交通問題的改善 之前舊的政府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進行台鐵的捷運化 台鐵捷運化我在交通委員會曾經執行過 我舉出非常具體的數據 告訴交通部的官員們 你們花了多少錢 結果實際的成效是微乎其微 浪費了一堆納稅人的錢 去做一個對於整個實際交通運量的改善 幫助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幫助非常非常有限的第三軌 那現在系指的民生線繼續拖 公路運輸的部分 我知道前面的政府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辦法算在你們身上 但是我要拜託部長就是說 記得您今天在這邊給我的承諾 如果地方政府沒有擔當 中央政府出面來解決老百姓的需求 這樣好不好 那我接下來 那個跨政府 包括台北市有參加 新北市有參加 交通部有參加的交通協調平台 我會不斷的開下去 那拜託交通部 部長回去告訴同仁 說交通部願意出來承擔 願意解決這一件事情 我們一起把這件事情給處理好 好嗎 是我們會朝這個方向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 我只是簡單的給院長看一下 台北市跟新北市 變感地下的話是兩個待遇 只隔一條溪 台北市那邊大概都做完了 新北市你到處還是看到電線桿 不僅對於市容 不僅對於交通 颱風來的時候 對於人生命的安全 都會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那目前的這個問題 一樣 還在處於中央跟地方兩邊 啤球互踢的階段 那個賀成部長請您留步 等一下最後一個問題 我還是要再請教您 還是啤球互踢的階段 那我還是願意盡力的去協調 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因為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講 新北市政府跟他講說是中央不補助 那中央說這個是新北市政府 自己應該要編列的預算 自己不處理 結果兩邊現在的狀況 跟我剛剛在交通問題 一模一樣 就是中央地方互踢皮球 就這個問題的解決 我現在要講一個最嚴肅的事情 這個我在財政委員會 交通委員會 我都質詢過 這個是在瑞芳 62號快速道路下來的時候 所接的一個道路 這個是去年9月26號 發生車禍的現場 這邊車禍非常的多 當地馬上就提出了需求 說那邊台鐵的鐵軌旁邊 突出了一個花台 那個花台突出來了以後 車子下來閃避不及 撞到 常常發生車禍 這個是去年的事情 今年 又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只是現場 我人或者是我助理 我到現場 我有辦法收集現場照片 如果我秀出來 其他的車禍還非常的多 我在交通委員會 質詢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記得我也跟部長 還有台鐵局的局長講過 這件事情我很痛苦 就是台鐵說 這個是新北市政府要做的 新北市政府說 這個是台鐵要做的 為了這個事情 我大概開協調會 開了不下五次 結果到最近 這個是5月18號 5月23號 在立法院 我分別在財政委員會 跟交通委員會執行 每一個台鐵的局長 或者是副局長 跟我說 他們一定趕快 積極的來研究 積極的來辦理 跟地方政府積極的協調 結果協調到什麼時候 協調到10月14號 最近一次在這個協調會的時候 來你看 新北市政府的意見 請台鐵負責施工 台鐵的意見 請新北市政府負責施工 我的老天啊 那現在這個事情 到底要怎麼解決 貨城部長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比較明快的承諾 就是我知道這件事情 或許地方政府要承擔某部分 地方政府要承擔某部分的責任 但是當地方政府擺爛的時候 可不可以請中央政府這邊 有概詞一點說 好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我承諾 中央出面來處理 我都了解台鐵已經同意 把這個工程的拆除由我們來做 但是今後的維護管理 由新北市政府來做 這件事情已經初步有這個協調 我今天下午把這個情況確認以後 我們就會主動再跟您這辦公室說明 謝謝你把這件事 謝謝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請問我 大小小的學生 左小小的學生 感谢观看